你想很多新闻你发现没有 现在是个出轨的时代 而且呢 我说有意思 不是说就咱这四个老甘村 我请了有俩美女嘉宾 本来都挺爱来的 结果临来一听说聊出轨 女的不来了 你说为什么 女性比男性容易出轨 马爷这个结论 看见女的没耐就可以这么说了 咱不能说男的容易出轨吧 女的容易 现在真的女的比男的还容易出轨 怎么说 你仔细想这个社会现象 我们年轻的时候 这个出轨主要是指男性 小性 女性也不叫出轨 人家女性真有这事叫搞破鞋 不叫出轨 出轨还算一不错的词 比较中性 人家搞中文那应该没问题 只有绿帽是专属于咱们的 咱们这四个老爷们 就是属于绿帽协会开会的 不是不是我是说 那你和他马爷刚才讲的对 就说这个出轨这事吧 我现在真觉得女的hold不住了 你哎我的朋友有些就是像他这岁数的 其实当然迷恋中国文化啊 说出那个歪理来 你也可以说异一异 比如说那天就有一个就是说 说孔子为什么说妇女必须得给他管住 不是说瞧不上妇女 而是说呢 男女两性啊 女的太容易了 你们就说男追女啊 隔层山呢 隔道山呢 女追男隔层指 他说这女的要想出轨可太容易了 我今天才知道孔子是这个意思 语老师专门研究这个 没有没有没有 就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 这个解释很牛 但是我确实知道好像是前两年 那个新闻有个报道 中国的一个出轨的数据统计是说 中国的成年女性40%有过出轨史 那成年男性呢 那个数据还没有还没有看到 文道文道对出轨是比较有理论了 对吧 我我为什么对出轨 马爷别有实践 我觉得其实出轨是一个 我觉得很正常 就只不过是因为你什么叫出轨 出轨就先假设有轨 有个轨道 有个长轨 那么于是你离开长轨叫出轨 我觉得其实是因为真的现代社会 无论不只是中国 全世界都一样 你什么叫做长轨 这个概念越来越受挑战 你比如说以前离婚没现在那么容易 是不是 现在现在容易 现在很容易 你现在比如说买个房都要离婚吗 排队 排在队离婚呢 也就是说原来那个长轨早就被动摇了 不文道 我跟你讲一个现在的长轨 你说啊 就说是这个多年的夫妻 那么两个人维系婚姻关系 但是同时呢 互相给对方一定的外遇的自由 性自由 你觉得这可以是一鬼吗 现在这也挺多的 在国外有一种一些那种所谓开放婚姻 不用说国外国内 有很多吗 真的 不能说这事成功的人国外 我就说 我以为是西方的那些 那四个人在这天天造给我 我说这意思是什么 现在有些人的 你看香港 要不说他们这个就是海外学者 咱们在香港 我就不能说人名字了 就是咱们在香港有一个朋友 50岁 我觉得很有意思 这种境界 这达官呢 那天我跟他说 我说他说我老婆去旅游去了 是吧 去旅游 我说这到哪旅游 他说这个什么泰国那边 有个什么和尚组织的一个妇女团 就是好像修身养性 文道也常爱去那个 我不是常去妇女团 不是 我这个什么 就有点亵渎佛教 因为私下聊天 我跟他开玩笑 我说哟 那和尚组织这妇女团 那你老婆可得小心 你说这哥们说出一句话 我就不知道他玩笑 他是什么 他说现在反正我们夫妻俩 早就没有这个性生活了 他说我们夫妻感情这么好 如果真有哪个男的 让他得到点这方面的快乐 我也替他高兴 你说他多宽大的心 也是你的朋友 你们怎么都这么想 我的朋友 跟我想法不一路 我就觉得就是有一些人 现在都已经能这么想了 余佑老师 心胸很开阔 这个真没想到 这个真没想到 但是我觉得 现在的女性 为什么容易出轨 他是不是 是不是怎么说呢 就是说我觉得 有几个原因 一个是我原来开过玩笑 我说宋代以来的 这个女性被压抑的太久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波反弹 从长洲期来看 是一波反弹 再加上宋代以来的 中国的男人 确实阳气不足 然后女性又经过 一开放 他想寻找 比如不仅仅寻找爱情 为什么宋代以来 男人就阳气不足了 对对 为什么 我觉得是一个 是一个地质社会 他走下坡路了 比如说汉唐 作为一个帝国 他可能是一个上升期 然后宋明 是一个衰落期 在衰落期的时候 男人他自然是 是这方面也不行了 也不行 阳气不足 阳气不足 因为你看啊 我觉得倒不是说男人不行了 所以女人要出轨 但是我比较同意是女人从来被压抑 这倒是真的 其实我们今天说出轨是个女性 好像我们刚才讲半天都集中在女性身上讲 但其实另一方面男人过去 比如说要出轨也很容易 也很方便 我们好像不太觉得那是个现象 为什么今天你说女人出轨是个现象呢 反传统 对啊 他就是反传统 但这个传统恰恰说明过去女性可能真的是被管束 被压抑了 太久 太久 然后现在社会稍微开放 或者是不叫稍微开放 现在社会就很开放 对 您这也还叫稍微开放 原来有个上海作家苏青 他不是把孔子的那句话改了吗 饮食男女 人之大玉存淹 他断了一个断句 断了后面断了一下 叫饮食男女人之大玉存淹 这个是有点 饮食和男人是女人的大玉 对 其实女人非常好色 就是你比如说 就我所知 他们就单独 我有时候八强歌听 女的几个女作家在一起聊天 哎呦 那个黄的呀 我的天 男的 我跟你说 咱聊不到那去 境界不够 他们互相 女的好像特有一种亲近还是什么 他们互相会谈自己的老公 大小 长短 这都会谈 听着你又特别颓 对吗 不是 我跟你说 我觉得他有个现代社会的问题 我前一阵呢 听我们这个朋友圈里人讲这么一个事 我觉得这个事 马亚就是可圈可点 他能他在每一步上都说明了今天的这个问题 就是一个福建的这么一个老板 嗯 他有钱嘛 嗯 那么他有钱 他有家事 嗯 然后呢 他就找了个女朋友 不是包啊 哎 包就简单了 包养就简单了 不是是谈恋爱 嗯 人家也不光是有钱的土豪 也有人家的魅力 嗯 就还是跟女的谈恋爱 嗯 但是客观上呢 他一半的时间得跟他这个老婆孩子 他有老婆孩子 他有老婆孩子 对 那么 那么这个女的就算是说小三吧 嗯 那好 结果到最后呢 就说最后愁的头发都摆了 就是就是你知道老房子着火没法救 他爱上一个这么个小小妹妹 对吧 最后就发现就是出轨 嗯 出一次轨 急疯了 然后就是说 什么出轨 这男的 就这小女孩 小女孩出轨 小女孩出轨 小女孩 小女孩很简单 小女孩就是说我也很爱你 可是呢 我也给你 对我也给你结婚成婚 对对对对那你想我怎么样 而且主要是我的时间很难熬 就女人很容易孤独 嗯 就我一个人 嗯 对吧 你平常也看得紧 我也没有什么朋友 嗯 你在家里的时候 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 所以我就 我就找一个 结果呢 这男的就不能允许啊 不能允许这女的还跟他道歉 因为为什么这很有意思 你还真出轨你就走了吧 嗯 这女孩不走 所以爱情是很复杂的 因为 这女的找的那个小帅哥 没法担负这个女人的生活 说我要叫我要叫我分析 就是他活不下去啊 嗯 他跟着这么一个老男人 他享受的整个这种生活层次 嗯 他不能下去 于是呢 又道歉 磕头 好 又回来 回来呢 又他妈出轨 你知道吗 就是 然后这哥们就都疯了 就就是 但是他就 老男人又格外迷恋上这种青春 叫少爱啊 叫少什么 就处于一种他非常 最后你知道吗 这男的就就 我刚才讲包养 最后这男的就是说 我看出你啊 你能这么老出轨 你对我说那爱也是假的 嗯 说 咱你一次次的回来 你为什么 你因为离开我 你就活不了 所以说 我咱们就给你来一个包养协议 对吧 我一月给你多少钱 你应该给我 就是你给我提供服务 啊 而且呢 你不能出轨 就是说 这里边叫道义有道 就是说 你你对 我是没能跟你结婚 我也有别人 可是呢 你吃我的 你拿我的 你住我的 你我养着你 就即便咱说包养 你也应该守你的真本分 调约 调约 就是如果您是经济自立的 那我管不着你 可是现在就等于 就把它纳入长轨了 就又包养这种长轨状态 对 最后他发现 原来是出轨 现在就回轨了 就是讲爱情 反倒老出轨 最后咱就讲契约 我包了你了 什么叫包 包了你就不能在外边再来 对不对 要不然扣工资 那那个女孩怎么样呢 不是 就是说现在的闹的 这个鸡飞狗跳嘛 不过 如果你在想就是那个女孩子 比如说 呃 我觉得那个男人最生气的 可能还不是说你 我我跟你这么好 然后我给你钱 你怎么还到外头去 我觉得这种 我们平常看娱乐新闻里面看到 最让大家发指 让所有的男人痛心 你知道是什么 是这个男的 他会想 我不只是给钱这个女的 他出去找我小帅哥 他会不会 还拿着我给他的钱 还包了那个小帅哥 对吧 是 这个肯定是个正常 这个肯定是 这才是最让他痛心 他有这个 你比如说我 我有一回去按摩 那个按摩呢 你怎么叫按摩呀 我去按摩 按摩 按摩 我去按摩 我去按摩 我按摩肯定我不大习惯 是男的按摩嘛 就是这个女的给按摩 这女的按摩呢 因为那个按摩 那个房间都不是太隔音嘛 就听着隔壁呢 那个按摩声就 声音就比较大 比较大呢 是一个男的给一个女的按摩 这女的岁数病不大 大概也就有估计二十七八三十岁 然后呢 这女孩就跟我说 说我们日子苦啊 为什么 男人不好按 男人浑身硬嘛 你得使劲嘛 说那富婆以来呀 笑声就没断过 说给的那小费呀 就给那男孩的小费呀 给的特别多 你说我这办 本来是解除病痛的 浑身疼的要死 让你给按摩一下 然后你老跟我讲这故事 啥意思 就是我得多给点小费吧 我跟你说啥关系没有 对吧 我们是这个合同关系 我多少钱你给我按 多长时间 对 那边那富婆呢 就是变成天天来依赖这个事 他说他天天来 天天给钱 即一按摩就乐 对 他高兴啊 他是得着呢 他就是在家里苦闷呢 或者说他可能是一个 就是包养的事 对不对 包养的事 苦闷 所以拿着老 这个这个 钱 拿着钱出来自个儿享受 这件事很多 多极了 有的时候女的 也不直接指向于性 你记得 我老看那时候 老看香港报纸 老报导 那个港人到内地去嫖啊什么 他也报导 有些香港富婆 到这个内地的有些地方找这个就算什么呢 男 香港人喜欢 叫鸭 鸭 对鸭 对 他其实他这很多 他就是说这女的就是说 你摟着我摸摸摸摸摸我这小肚子 呼噜我这小肚子 这女的也就也就这要求 他这姐 很好 不过不过你我觉得根本过去一直以来所谓的压抑女性啊 还不只是说管束很紧那么简单就连女性的性欲都是被压抑的都是被压抑 女性的性欲要不被压抑了咱们还能那也不一定那也不一定很坏对不对 我觉得过去是从来对女性全方位的压抑尤其性欲也是好像女人就不能够公开谈性欲 不能表达 对不能讲 然后你比如说像你刚才说你听到那些女孩子们女朋友们互相聊 其实我大概也知道他们聊这情况我也听过见过 但我觉得他们那个状态我看到他们聊的那个状态啊 我会觉得挺替他们高兴 因为你看他们那个状态 他们我不能明着乐 你看他们那种聊的状态他真的是一种好像姐妹涛什么都能聊了 然后一下子放开了 你才知道他平常有多少话 你正是看他那个时候你才发现平常他有多少话不能讲 他有多少东西不能够公开谈 但男的不怕 比如说男的呢往往在公开场合就其实还是能够讲 而且有时候肆无忌惮的讲 而且你觉得这里有没有一个很微妙的地方 就是说他们讲啊就说你看啊男的呢 比如说老婆出轨了 往往男的没多大兴趣一定要见到那个男的 但是往往这个女的呢老公出轨了 至少我知道有相当一部分女的 他还就我非要知道他是谁 甚至于我非要跟他见一面 盘一盘 你觉得这是 余老师比较了解女性心理 你能分析这种心理吗 这个这个现象倒是倒是挺多的 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那个女的他他要他要证明自己现在的状态是什么 我是不是变成黄脸婆了 我是不是没有魅力了 我要比一下 看我老公找的神是什么样的人 但是现在真不是黄脸婆的年代 我就感觉到就包括宝强这个事儿啊 其实要不说你要从纷繁复杂的这个现象里你总结 我感觉到女权在高涨 这是很明显的 对 包括那个你看韩剧这种小鲜肉 本质上那个王海琳不是那次讲话 她咆哮了吗 说现在买片子的都是各个电视台的中年妇女这些买片子的 你们都是色情狂 就买这种小鲜肉 但是在这个同时真相闻道说的一样 就说女孩尤其是现在这种80后90后的女孩 说实在的 你盼着她 她都是独生子女 她为了你一个男人奉献忍受守真操 永没那日子了 你看现在拍的电视剧很多是满足女孩的 比如说最近有一个挺火的叫微微一笑很清诚 这微微一笑很清诚 你知道现在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有的是有的片子就是给女孩子看的AV 就是你想无比的一个帅哥 帅哥永远的很体贴 可以陪着你一晚上看星星 手都不乱动一下 对吧 然后就这样这女孩 你看他们找一段 你可以看看这个台词 就说这女孩说 我要是红杏出墙呢 你听这帅哥 哎标准答案怎么样 让女孩学习一下 学习一下 学习一下这个 标准答案 你听明白了吗 他不是说你到高一尺 你出一个我出十个 不是这个意思 他就是说我这个男人对你的照顾啊 你要想出墙 你出墙一尺 我呀 再往外退一丈 就我我我愿意满足你 给你更大的空间 什么意思我没太听懂 比如说他意思是说 如果你真的要出墙 比如说去见人家那个小仙手 行 我下一步我就把你送上门 是这个意思吗 提供机会 他说的其实也是 他好像就是磨高一尺 道高一丈 这意思 他不是磨高一尺 就是给你提供机会 给你提供空间嘛 我给你把我把那个墙 他往外挪的不是往外 他现在是往外啊 那我给你怎么穿 我没解释个话题 对是不是 他到底是 我觉得我也没听懂啊 连句的意思 他的意思就是磨高一尺 道高一丈的意思 就是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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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你往外冒出点这 我就再挪点 这还是控制的 不是不是 不是啊 那随便 连句的意思 应该不是这样啊 对吧 我就说 要短话不就变成 你要走那行 我今天带你去 不是 我理解就是说 他你一个女人所有的需要 比如你为什么红杏出墙 是因为墙里边的东西 不能满足你了 那他这意思就是说 你要觉得不能满足你啊 我把空间给你大点 我把空间再给你大点 我满足你 这个我我我给你更大的园子 就不像你现在有一个小线 我给你找两个 对对 这真是毒药 真是毒药 毒害一代女青年的心灵 对 你上哪找这种男人去 有这种人吗 不可能有这种 对对对 这就得管 这就得管 对对 看出咱们四个的岁数 这个很流行 这个这个 这个 而且他这个台词吧 他这个台词我们听着有点费劲 嗯 就因为没有这 这过去说这就不说人话了 就是他没有怎么说话的表达方式 嗯 不是就所以说咱 就是说咱这没女的来哈 咱就说点这个男的 就是 哎 我也听到现在有些人说 不是不尊重女性权利啊 就是啊 很尊重很尊重 但是现在 那天我就看他们一节目 男女两方辩论 王 王 王宝强这声 我觉得有一男的说得挺干嘛 就是说 哎 哎 直男癌是不好 可是难道你们就要变直女癌吗 对吧 说过去的男权不好 可是难道女的就可以蹬着鼻子上脸吗 你女的就 哎 我现在有一个就是说做人的标准 嗯 嗯 那天你看阿诚老师 我觉得讲的挺有意思 他说你看啊 就说这么多年来 嗯 你几千年 到今天为止 这个你交朋友的标准 还是出不了孔子说的那几个 嗯 仁义理智信 你想是不是 你为我为什么跟马爷交朋友啊 急难关头就来就场 就这样 你还是这个标准 对吧 你不能说他骗人成性 你我愿意跟他交朋友 对 所以 这个标准难道一定是男人或者女人的吗 嗯 难道女人就是啊 因为男人不靠谱 女人就应该不仁不义 就应该欺骗被判 嗯 我觉得是应该咱大家都进步 对吗 就是 哎 你有意见吗 有 有意见 那是这样啊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 这个这个出轨 因为今天话题重心 你不知道怎么跑到女人身上去 是 他出轨我可以理解 比如就是公众都知道的王宝强事件 那个那个女的叫马蓉对不对 出轨可以理解 但是不能理解阴谋 就是他这里还要算起财产 这就变成俩事了 这个事都变得比较大 我认为单纯的就是为了情感问题 说你那一天 是不是你出去拍戏 深山老林的半年不回来 我这有点饥渴难耐 我这一晚上出轨了 这都还可以情有可原 还可以理解 就换句话说 这事还能往回走 那你今天是一个 如果是一 如果 我们现在如果啊 别有人告过来 如果是一个算计 我们现在已经抛开这个话题了 就抛开这个具体事件 还沿着这个话题说 如果这上面是一个算计 就是我不仅搞了你的人 还搞了你的钱 这事就阴谋大了 主要是这儿 你觉得呢 于老师 我比较赞同马爷说的 就是这个 出轨是跟那个阴谋 应该是分开嘛 对 对 对 你分不开的 这事就比较大 对对对 现在 而且中国人他确实是身体的 那个禁锢也是太久 所以一旦 一旦他尝试到这种身体的愉悦啊 肢体语言的那种互动啊 我觉得他可能是沉溺与其中 所以 不仅是女人出轨 男人也在出轨是吧 这样用以前 中国人有一句笑话 就是用西方人的语言 有一句笑话 说我们以前光是讲饮食 所以叫口腔期 很多人没有渡过口腔期 以吃为 为生活的最重要的乐趣 现在口腔期过了 又进入另外一个期 是吧 有人叫肛门期或者叫什么期 青春的那种 对身体语言的那种迷恋 就是所以性有点泛乱 性有点乱 肛门期性就泛乱 也不能这么说 反正我觉得 他可能还是一个大社会的 一个社会的一个望前眼睛的一个阶段 要经历这些阶段 包括我们以前说身体禁锢了 性资源 性资源是极端的匮乏 现在又极端的过剩 当然我觉得现在是 匮乏和过剩同样的是惊人 所以为什么出轨会引起这么大的眼球 是因为你那种 还有很多年轻人屌丝 包括农民工 他们是处于性资源匮乏状态 所以要看到你们的那种新资源 他们也不匮乏 你觉得不匮乏吗 今天中国这个需求是双方共赢的 好多屌丝 那他们怎么解决的 你知道 你知道乡下卖银十块钱就有 这不是我说的 不是那抱着抓的都是那老头老太太 那个公园还卖 对不对 前两天抓上那85岁 光扶起来 公安人员上俩人 半天才把他扶起来 那他要几十块钱 马爷那个瓢子 对对对 屌丝们 在屌丝们看着 他们还是处于匮乏状态 对 那我现在问的 我觉得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就这社会的 就是这个变革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是信息的革命 你今天拿这个东西摇一摇晃一晃的 人全出来了 我们那时候大着粮棚都找不着人 你上哪出轨 对不对 是不是这意思 现在这种工具我都没使过 但是我那手机经常 突然我看什么新闻 说底下碰出一行字 就说有个28 他说的那年龄 对我还是比较有诱惑的 28岁的妇女刚刚离婚 在你附近 他们手机上经常蹦出这种字 然后我关键不知道 他在我附近在哪 马爷着急了 所以就打着粮棚都找不着呢 现在的沟通是非常容易的 第一 他先看不见人 对不对 据说现在发照片的 我不懂 然后他就迅速就沟通了 迅速沟通 他有人真的不是费钱 有人就没有 就是度过寂寞 我碰到过很多人说 你比如你到大理去 大理去好多单身女的去了 干嘛就是度寂寞去了 我记得前阵子才有 有丽江被称为艳遇之都吗 大理也有 我去了 我去人家招待我吃饭 大理也有 我去了 马爷 咬牙签 你去了啥 一大长桌 这人我这大部分都不认的 吃着半截有人就捅我 说这桌子上也就是出去开房去了 我说啊 我吃着半截 让他先打开房 说那把孙子一会儿回来 还特能吃 果然一会儿 20分钟那俩就回来 回来 第一头把生意的全吃了 来起立活啊 所以可能啊 就是都得经过这么一个历史阶段 你看都说美国经历过性革命 性解放一个历史阶段